在传统中医里面有八个总学,临床中很多疾病,只要打开它们,疾病就逃走了。 因此很多中医经络师都喜欢应用这八个总学,而且古人还把它们归纳成致病的口诀。 杜夫三里流,腰背尾中球,头像巡猎缺,面口和骨收,心胸取内观。 小夫三一谋,做骨刺环跳,腿腾扬灵透。 第一个穴位杜夫三里流,也就是说凡是在杜夫这个部位所发生的任何病, 像胃弱,胃寒,胃痛,胃痛风,西医讲的,胃下垂,胃静乱这个部位, 都要用足三里这个穴,足三里穴位在这个地方。 人腿的膝盖,膝盖的半月板,半月板有凹陷,凹陷下面三寸,这个穴位叫足三里穴。 这个穴位就负责治疗杜夫所有的疾病。 足三里穴位置,外膝眼下三寸,颈骨前脊外侧一横指出。 主治,健脾和胃,腹正胚圆,书风化湿,铜筋活络,义气健脑等。 适用于肠胃功能低下,久病提弱,胃痛腹痛,消化不良,便秘腹泻, 呕吐,肠鸣,高血压,失眠,半身不随等病症。 为养生长寿抗衰老的中药穴位,对美容,减肥亦有一定作用。 感觉,局部按压,有酸胀麻感,有时刻香下肢和足备发散。 第二个学位,腰背尾中求腰背这个部位的疾病。 首先治疗者要考虑到尾中学。 尾中学在什么地方呢?在这条腿,腿国卧横纹线中间。 腰背这个部位有什么疾病,你像腰痛? 过去有句话讲,病人腰疼,大夫头疼。 腰疼的种类很多,很多病因能够造成腰疼,比方键盘突出,肌肉拉伤, 腰疼老损,甚至是肾亏,肾虚寒,虚火或者是一些由内脏器官引起来的腰背方面的疼痛, 要都考虑这个学位,尾中学,这是第二个学位。 尾中学位置,股横纹正中线处,主治,舒筋活络,驱风除湿,凉血泻热,强健腰西。 适用于腰背疼痛,屈身不力,想强,腰疼老损,下肢贪壁。 半身不随,膝关节炎,小便不利等病症。 感觉,局部按压,有酸麻胀感,有时向腰部发散。 第三个学位,头向寻猎缺,猎缺穴在手腕横纹以上, 持骨线中在这个部位,所有头部的疾病,头疼, 头晕,眩晕呕吐等等,都可以用猎缺穴来治疗。 猎缺穴位置,猎缺穴位于手腕内侧,大拇指侧下。 能感觉到脉搏跳动之处,或在前臂饶侧缘, 饶骨筋突上方,腕横纹上1.5寸。 当供饶机与母肠斩肌腱之间, 简便去学法,两手虎口自然护指交叉。 一手食指按在另一手饶骨筋突上, 指尖下凹陷中是学。 主治,伤风,头痛,想强,咳嗽,气喘, 咽喉肿痛,口眼歪斜,牙痛。 指牙裂缺穴,可以使手动脉及血液流动。 对于治疗骨折,伤痕等后遗症非常有效。 该学为人体手太阴肺筋上的重要学位之一。 第四个穴位,面口和骨收, 第四个穴位,首先就指出来。 嘴周围和脸面上的疾病都可以用和骨穴治疗, 和骨穴在这个地方。 人的拇指和食指虎口连接部到趾骨连接部, 划一条竖线,终点这是和骨穴。 和骨穴位置,侧腕队长,自然半卧拳, 和骨穴位于手背部位。 第二掌骨终点,拇指侧。 在手背,第一,二掌骨肩,第二掌骨终策的终点, 将拇指和食指张成45度角时, 位于骨头延长角的焦点即是此学。 简便去学法,以一手的拇指指骨关节横纹, 放在另一手拇,食指之间的指铺圆上。 当拇指尖下是学, 主治,头痛,目翅肿痛,鼻出血,牙痛,牙关紧闭, 耳聋,炸腮,咽喉肿痛,热病无汗,多汗。 腹痛,便秘,筋闭,智产。 牙龈疼痛,青春痘,坠油,三叉神经痛, 眼睛疲劳,喉咙疼痛,耳鸣,面部神经麻痹, 口眼歪斜,打嗝等。 该学为人体首扬名,大肠经上的重要学位之一。 由此学的主治疾病即可看出本学位的致病效果非同一般。 质压和骨学时有一个小窍门, 质压时应朝小指方向用力, 而并非垂直手背的直上直下按压,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此学位的疗效。 第五个学位,心胸取内观心胸从咽喉部到胸口。 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刚才讲度负三里流, 腹部以上的这部分,有兵找内观学, 内观在万内侧横纹上两指。 找这个部位,这个能治什么病呢? 像心脏病,心脊心慌等等, 包括妇女的乳腺炎。 乳腺增生,胸们也都是属于心胸疾患, 要找内观学。 内观学位置,内观学位于前臂长侧, 当曲泽与大灵的连线上。 腕横纹上两寸, 长长肌腱与饶侧腕曲肌腱之间, 或从近手腕之横皱纹的中央, 网上约三指宽的中央。 主治,心痛,心悸,胸痛,胃痛,呕吐, 恶逆,失眠,癫狂,闲症, 欲症,眩晕,眩晕,中风,偏瘫, 哮喘,偏头痛,热病,产后血运, 肘臂乱痛, 运吐,运车,手臂疼痛,头痛, 眼睛充血,恶心想吐, 胸肋痛,上腹痛,心脚痛, 月经痛,恶逆,腹泻,精神异常等。 该学为人体首绝因心包经上的重要学位之一, 是多种疾病按摩治疗时的首选学。 第六个学位,小腹三阴谋,小腹咱刚才讲了多腹三里流。 心胸取内观,现在人的正面就差这块了,小腹部位。 小腹部位得了病,就要找这里面。 请大家看,在这条腿的内侧,这是怀骨以上三寸。 怀骨以上三寸这个学位叫三阴教学, 小腹三阴谋就说凡是小腹的急患可以用三阴教学来治疗, 小腹什么病呢?有的时候,小腹疼痛,男子的前列腺炎, 不孕不育,精少,女子的月经不调,精量过多, 或者过少,还有白带等等。 一些属于在小腹方面发生的病都要考用三阴教学。 这是第六个学位。 三阴教学位置,内怀直上三寸,筋骨内侧面后缘。 主治,调和气血,通筋活络,健脾和胃。 肖骨化石,调筋止痛,宁心安神,不应除烦。 适用于肤胀长鸣,大便谢谢,月经不调, 崩漏代下,痛经必经,小便不利,神经衰弱, 肾虚扬尾,失眠健忘,精力不足,容易疲劳等病症。 对心,脑病有一定的作用,为主要保健学。 感觉,举步按压,有酸胀麻感,有时可向小腹部发散。 第七个穴位,坐骨刺环跳,环跳穴在人的背面,臀部。 在这个地方,现在坐骨指的是什么呢? 并不是指西医概念上的坐骨这个部分, 而是从腰到腿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。 由坐骨神经引起来各种疼痛可以找这个环跳穴。 上可以治到腰,下可以治到脚。 所以在这里发生疼痛,要考虑环跳穴。 环跳穴位置,骨骨大转子和底管裂孔连线的外三分之一处。 主治,驱风除湿,强腰通筋。 适用于风式臂痛,下肢瘫痪,要吸疼痛。 麻木不仁,坐骨神经痛等病症。 感觉,举部按压,有酸麻胀痛感,同时向下肢发散至小腿外。 第八个穴位,腿疼,杨磷透腿疼,要针刺杨磷全穴。 杨磷全穴在什么地方呢? 大家看膝盖骨。 这是人的腿的前面这个大骨头叫筋骨,后面还有一个小骨头叫肥骨。 它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腿疼,杨磷透,就说这个杨磷全穴是整个腿。 上至大胯,下至足根的一个总的开关。 发生疼痛了,要考虑到打开这个开关,使它的气血流通。 像老年人的风式老寒腿,肌肉拉伤,静脉曲张等等,都要用杨磷全穴来治疗。 杨磷全穴位置,膝外侧下方,肥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。 主治,清理肝胆,舒筋活络,华丽关节。 适用于耳鸣耳聋,胸内胀痛,半身不随,下肢疼痛或麻木。 膝关节炎,胆囊炎,口苦,呕吐等病症。 感觉,举部按压,有酸胀微痛感,多福三里流,心胸取内观,小福三阴谋。 这三个穴位已经把人的胸腹的一些疾病都包括在内,掌握这三个穴位。 首先,胸腹的任何疾病你嫌心里有根。 找到这三个穴位,再看看头像巡猎缺,面口和骨收。 这个又把头部都包括了,反头部的疾病,这两个穴位要重点考虑。 后面腰背部尾中,做骨这个部分环跳,腿疼杨林拳。 反腰腿的疾病,这三个穴位要重点考虑。 基本上,你掌握了这八个穴位,人体的大部分疾病,你的心里有了数。 也就是说,都有方法来治疗它。